两名男子拿着小桶子在院子里低头找东西 一看到目标马上冲过去捡起来放进桶子里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两个大男孩玩得这么开心 原来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找彩蛋游戏 但是今年却看不到了 孩子他们会去采集复活节的蛋 大家都会聚在一起 不过今年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大家必须隔离在家里面 在加拿大的台湾人李金兆感同身受 复活节是西方国家重要节日 受疫情影响 祷告也不能出门去 如果是教会的一些祷告或者是什么 他们也只能在视讯上面 陈志云园透过直播方式 让信徒在家也可以进行祷告 家国规定严格只要偷跑 政府祭出重罚 有个朋友他基本上是因为 在这段期间他闷怀 所以他决定出门 他就决定去附近的公园 结果被警察取缔了 罚了差不多800块钱的加币 派出警方路边取缔不配合 保持社交距离或是居家隔离 最重可吃上超过百万发击 还有可能坐牢 各个行业也得乖乖配合 我的工作层面上算是理财顾问 基本上是可以在电话上面去完成 我是可以在家工作 把家里变成办公室 透过笔电还是可以和客户进行线上咨询 只是薪水大幅减少 那在抽成的部分上面会减少很多 差差不多50% 不能出门不仅快闷坏了 还直接影响经济收入 但正值防疫期间 民众还是得再人人 记者何慧荣 黄霓珊 斩潮城采访报道